大家好 我是麻烦 昨天我请功夫学伙吃饭 吃完饭以后呢 我跟他说 以后我 不会去找他了 我会直接骑行去西藏 但是功夫学伙 他说舍不得啊 他去找我留天 从七点钟留到十点多钟 留了三个多小时 后来我还是想要先离开的 我说 第二天我来找你继续聊 那么今天呢 我继续去找他 那么昨天就是住在这个宾馆里面 这个是88块钱 太贵了 所以现在我说些东西啊 去找功夫学伙 跟他再聊一聊 这一次学伙子在等我呢 不用我找了 昨天我都找来了 很久啊 那个就是功夫学伙 我跟他留了两三个小时了 好的话啊 哎 留不到一块 所以我又走了 那现在新和学伙子去吃个饭吧 就在这里吃个装饭送了 吃个炒菜吧 这个菜已经好了 吃饭了 吃完了 这个兄弟还是跟以前一样 吃的精管 走了 兄弟他回去了 那我现在 继续移情去西藏 今天晚上一个人吃饭了 在这里吃一个 吃个什么呢 先去看一下 饭饭水族 现在太阳也上山了 然后找个好地方露眼 明天继续赶路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候了 我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然后在这一边看到一个盆子 然后在这一边看到一个盆子 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平地 找一块平地就可以了 哇 不错啊 这里有一块水泥地 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的荒凉 那边是一个飞机的盆子 这边是一个飞机的房子 我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 能不能露营 我刚可查了一下 今天晚上有鱼 哇 这么烂一个地方 进不去啊 看一下里面 这个房子里面太潮湿了 还是去那个盆子看一下吧 希望那个盆子里面可以多余啊 不然的话 就得重新找地方了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 飞机的工厂 基本上没什么 空的地方了 哦 这边有块空垫 这边是个厕所 看一下这里行不行 好像可以哦 这个地方躲鱼 是没问题的 这个机器都是 包废的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 荒废了很久了 然后我可以找一些这个东西 垫在地上 可以啊 就这一块吧 这个地面 搞定了 现在只要把自行车 搬进来了 现在把这个东西 全部搬到这个 盆子里面来了 搞定了 今晚的 弄影的 这个飞机工厂里面啊 它就是一个 大盆子 什么东西在这 半夜仨根的 好像是一只猫咪 一只野猫 真的下雨了 还好 找了这么一个 录影地啊 好了 睡觉了